林将军是武将 我想 林将军定是不喜欢 学问太高的女娘 全杜城里 就我没有学问 想必 还是比较般配 胡说八道 今日这里 行的还算可以啊 你告诉朕 日后 该如何 成为子圣的妻子啊 得先成婚 完了 回禀陛下 臣女愚钝 不知陛下之意 方才妄言 还请陛下恕罪 朕为你 你 礼仪粗书 才学不鲜 可此圣哪 国之洞两啊 朕 是其如青儿一般 你觉得你自己 和他般配吗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孙医官刚才还说 说你的腿伤又加重了 你不好好回去休息 跑这儿来干什么 快起来快起来 你剩前来 就是想同心腹一起听听 陛下究竟想问什么 那好 你腿伤就别跪了 坐着说 你也坐着 都坐着 好不好 慢一点 慢一点 坐吧 说吧 陛下明鉴 臣女阿富阿姆 在臣女强保之时 便出了都城去征战 家中只留下了年迈 画多的大母 还有并不鲜良的二叔母 这些年 臣女识得的字 不超过百字 识得的书卷 不曾看过书卷 如今阿富阿姆回来了 就是觉得臣女过于 醋弼不堪 所以才教了一些书文 林将军是武将 我想 林将军定是不喜欢 学问太高的女娘 全都成礼 就我没有学问 想必还是比较般配 胡说八道 子盛 学府五车啊 怎么就配不上那些 高学问的女娘了 对 陛下说得对 我也是如此想的 若是以前 我能知道日后 林将军会亲眼于我 我定会日夜苦读 冬夏不错 如今 不是也没有机会了 陛下 少商年纪虽小 但却如此谦逊自知 不卑不亢 子盛 就喜欢她这样的 孔夫子云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智也 难得你这么小的年纪 就懂这个道理 你不要允 城市 这婚事啊 既然已经定下了 你日后呢 就应该多想想 如何弥补自己的不足 而不是在这里 自轻自贬 倘若如你所说的 真的如此不堪 那娶你的子盛 又算什么呢 如今子盛在外立府 一言一行 颇受关注啊 你作为她的幸福 将来里外操持 更要谨慎周全啊 万一有什么差错 丢的是子盛的颜面 所以啊 你来皇后宫中 凌讯吧 许得加倍用心勤勉 莫以自谦之名 行推诿之实 至于细则 那就听皇后吩咐便是了 就这样 没有别的要说了吧 想说什么就说吧 陛下日理万机 今日难得有空 陛下 臣女今日想告一个人的状 不知可否 你带子真大 这才面胜三回 就敢告郁状了 你可知 谏言初告是大事 稍有不慎就是重罪 陛下所说的朝廷大事 我不懂 不过我今日要告的是 小儿女之事 然 虽是小儿女之事 但天下若干大事 都是以小儿女之事引起的 林将军常说陛下宽厚 视若为亲父 所以今日我斗胆 也视陛下为长辈 也不知 合不合理数 若是不合理数的话 我便就不说了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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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臣女今日要告的 是车齐将军王淳之女 王林 告她 言行无状 在娄家婚宴之上 诽谤于我 你与王娘子之间 不过是些口舌琐事 何必拿到陛下和皇后跟前说呢 突然我地后亲近 陛下和皇后 视子胜为亲子 也就是我们的长辈 这种家事 自然要与家长说 对 但说无妨 那日 王娘子与另几个小娘子 当众指责我 狐媚作作 卖弄柔弱 吾还当是什么呢 原来是这些针锋妒忌之言 敢问太子殿下一句 若臣女当真是狐媚作作 那受臣女蛊惑的林将军 算是什么 给我们赐婚的陛下 又算是什么 若此状我不告 那林将军 岂不是要担上一个 担于美色 受人蛊惑的名神 陛下 我与王娘子 的确是口舌就分 但陛下也知道 然三寸之舌 人可坏事乱国 陛下的家事就是国事 家事不宁 国事不安 余家余国 此状我都是要告的 我其实也不想一直抓着 王娘子的措施不放 只是这王娘子 对子慎一直颇为执着 若此事我又忍了 他便还会对我纠缠不休 若是犯了更大的错 那岂不是小事化大 如今我告了他 就是大事化小 少商说得没错 自从子圣和少商定亲之后 这阿玲在人前人后 多少次纷纷不满 一静地说 少商配不上子圣 这些我都有听说 你说是不是 妾也略有望闻 在都城中夺迷恋十一郎的女娘中 王林也算是有名的 你们说得都对 这怪谁呢 不过呢 这阿玲啊 的确需要好好地教导一番 免得日后 再审出更大的祸事来 朕这就让曹城 跑一趟车骑将军府吧 少商 于以陛下商议过了 你既要驾驭子圣 自是不能半点不识宫中规矩 不若接下来这段时日 你就住在长秋宫里 于也好慢慢教导你 这宫中的礼仪规矩 可是 可是什么 皇后亲自教导你 莫非你还不乐意啊 陛下 皇后 曲灵侯夫妇 在外申战十余年不曾回家 少商 自幼与父母聚少于多 待他与臣成婚后 更是难以承欢膝下 少商舍不得父母家人 臣 亦舍不得他受着离别之苦 臣认为 不如就让少商住在家中 每日由臣送他来长秋宫 学习规矩便可 亲自接送啊 此生觉得不辛苦 那 也不是不可以 那就按陛下的意思 此生每日尘时之前 送少商至长秋宫里 深时莫出宫回家 每寻休一日如何 是 是 我不想啊 少商与多山山高水远 平津平洋 那不是原代的地方 你舅父都带得 你为何带不得 成少商嫁与临富一 我是要下雪这盲荒之地 凭什么呀 他本就瞧我不起了 两相对比 你不是干吗 你不是干吗 我 牛津子 你不是干吗 你不仁临 以我幼帝现在的能量 东山再起 不过虚异 到时候 全天下的女人 都会咽现我们女人 嫁到了寿春 这区区都成算什么 舅父要当真有本身 就不会活在寿春 受血于捧困这么多年 放死 我们乾安王族 不过是一时虎落平阳罢了 当年 如果我们没有乾安王族 当今圣上 又岂能得百万雄兵 收平立地余孽 就连皇后也不过是 仰仗着我们家的收留 才能苟延残喘到今日 我祖子孙为天下捐取 现在就剩下你救父一个人了 全天下都欠我们温家的 你们王家人 没有资格嫌弃 你 我们 阿嬷 可是 我们才是一家人啊 若不是 我前王族 在我阿父去世之后落魄 我怎么会和你们 成为一家人 曹长氏携圣上口御道 王夫人 还请跪下领圣上的口御 身为前安王族后人 岂能给一个燕人下跪 王夫人 您 您这是对圣上的不敬吗 放手 圣上说 王氏女龄 德蒙祖阴 姓娇行户 如楼氏昏 抵程氏女 车骑将军王淳 诗管少教 至其无理无度 诗得诗责 念及宗亲 则妇女自省 以警效尤 柔宫 赢 伍 蔳 studied 是演员班 不管这般做什么 凡凌儿有错 只管约束管教 你和当众动手 我素日礼 是怎么教你的 你身上躺着不去 不许 谁要是欺你如你死 你大可打回去 平时你可以跋扈 可以嚣张 可以目中无人 但是不能像今天这样丢人 圣上 居然为了个君户之女 这么为难 那宣誓也不拦着 当你死 若不是我跟圣上同走 便是我做了皇后 轮不上她宣审安 走 我带你进宫 找她宣礼去 进宫 可是让恶临我说 居家反省 你应该是抗旨 圣圣我都不怕 我怕 我们王室都怕 你们一个个都怕 骗我做错 有 诸壁权之事 我自会寻机会去输 那 彭大人 任由我之事呢 可曾观照妥贴了 文修军放心 小王爷产业在寿春境内 我家家主一定会护他安然无忧 但所要属地铸币权并非小事 文修军可得小心斟酌言辞 稍有不慎 那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区区铸币权而已 秦安王府虽无往日的风光 但是对皇后的恩情尚在 他宣誓流落我家 若非我阿父 把他送与当今的圣上为棋 他何来今日的母仪天下 我阿父更为了文氏的江山 命丧江场 这些薄面我还是要的 如此甚好 此乃小王爷托我 给夫人带来的家书 家主深知 此事令文修军为难 然小王爷生活艰难 多年不治新衣 捉襟见肘 未勉强度日 只能过午不时 闭门不出 小王爷真是无奈 才不得不提出非分要求 如今朝廷归文氏 普天之下姓文者得贵 若非前安老王爷去设得早 小王爷何至于 窝在寿春苟活 天下 本该是我前安文氏的 可偏偏我们姐弟却活得如此辛苦 阿姆 阿夫让我来寻你说 阿姆 阿姆屋内进有客人吗 阿姆的规矩你都忘了吗 进来也不敲门 还不给我退下 慢着 这便是女公子吧 我真是位如花似玉的小女娘啊 区区见面你 女公子 莫要嫌弃 女公子 急迹了吧 说来 家乳夫人去世 已有意在 零二尚有 我和将军 还想留他在规中多些日子 再说 彭大人的年纪 与我夫君相仿 正好隔背娶亲呢 年纪大有什么关系 知冷知热 会疼人呐 彭大人的喘疾 还很严重吧 他这副身体 何必苦苦想着 娶心腹呢 文秀君切莫忘了 我家家主 是为谁烙得身体残疾 若非当年我家家主 不顾瘴气 将老前安王背回 怎会落得自身残疾 这些年 未有子嗣 也是因此而来 此安 天下人可以忘 文秀君切莫忘记才是 我自不会忘 我会在都城 帮彭大人寻觅心腹 为灵而不幸 小王爷人困寿春 难免会思念亲人 若能常见到亲生你 心中也许会宽慰 我家家主与小王爷 虽是异性兄弟 终究亲密有见 若能联姻 那就是割不断的血脉亲人 岂不会为小王爷去世